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回顾 NFL选秀大会的精彩瞬间 包括Ravens选中Clemson的脚位 Nate Wiggins 增强球队的防守深度和速度 49ERS选择 Florida的接手手Ricky Pearson 为球队的攻击阵容增添心血 还有Chiefs通过交易上吊 选择了Texas的接手手Xavier Worthy 为球队带来了速度上的提升 此外 我们还将关注76人队球星Joel Embiid 因面部瘫痪正在面临的健康挑战 他在最近的比赛中 仍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最后 我们将谈谈韩国男足 在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不敌印尼 错失了参加巴黎奥运的机会 这是自1984年以来 首次缺席奥运男足赛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NFL选秀中 各队似乎都在寻找那些 能立即提升球队速度和深度的心血 从巴尔迪摩乌鸦队到旧金山49人队 再到堪萨斯城球长队 每一支球队的选择都透露出 对未来的期望和战略布局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精彩的选秀决定 首先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告诉我们 巴尔迪摩乌鸦队在第一轮选秀中挑选了 克莱姆森大学的爵位内特 维金斯 这是他们用第30顺位做出的决定 乌鸦队的这一选择 旨在加强他们的后卫线 该线上上赛季饱受伤病困扰 维金斯在NFL选秀联合训练营中 40码冲刺的成绩为4.28秒 这一成绩无疑展示了他惊人的速度 尽管乌鸦队还有其他选择 比如选择爱荷华州的脚位 库珀得让 但他们最终决定投资于维金斯 此外 乌鸦队还面临着进攻线的需求 他们需要替换上赛季的三名首发球员 接下来 同样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指出 旧金山49人队在第一轮选秀中 用第30顺位挑选了佛罗里达的接收手礼机 皮尔索尔 这一选择被视为一种保险措施 以防他们无法与布兰登 艾尤克签订长期合约 皮尔索尔在佛罗里达的上一个赛季表现出色 以65次接球 965码和4个处地得分的成绩单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他的加入为49人队 那已经充满活力的进攻阵容 增添了新的火花 这是自2021年选秀中 选择了四分位特雷 兰斯以来 49人队第一次拥有第一轮选秀权 49人队仍需与艾尤克签订长期合约 后者正处于其新秀合约的最后一年 最后 再次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透露 堪萨斯城球长队通过与比尔队的交易 上升至第28顺位 选中了德克萨斯大学的接收手 泽维尔·沃西 沃西在NFL选秀联合训练营中 40码冲刺的成绩为4.21秒 这一速度让他成为了球长队中 类似于泰瑞克·希尔的快速深度威胁 球长队在接收守位置上有着迫切的需求 这主要是由于拉西·赖斯在德克萨斯州 一起高速跑车事故后被捕 面临包括严重身体伤害在内的指控 使得球队在该位置上的法律不确定性增加 通过这些精彩的选秀决定 我们可以看到NFL各队如何通过精心挑选新秀 来填补自身的短板 增加速度和深度 以期在新赛季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无论是加强防守 还是增添进攻火力 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了策略和期待 球迷们无疑对这些新秀的未来表现 充满了期待 希望他们能在NFL的大舞台上大放一彩 在NFL草拟大会上 各队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强化自己的前线防御 从达拉斯牛仔队到坦帕湾海盗队 再到绿湾包装工队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 对于能够保护好球队四分位的汉将们 各队都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让我们从达拉斯牛仔队说起 据美联社报道 牛仔队在NFL草拟大会上 选择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进攻线球员 泰勒·盖顿 这是在他们通过与底特律师队的交易后 用第29顺位选中的 这个决定背后 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 牛仔队在自由市场 失去了两名首发球员 他们急需弥补这一空缺 盖顿在大学时主要打右风 这可能会让牛仔队保持他们 2022年首轮选秀全泰勒 史密斯在左位的位置 通过这次交易 牛仔队在前100名选秀中 拥有了4个选项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胜利 接着 我们看看坦帕湾海盗队 同样是美联社的报道显示 海盗队在NFL草拟大会上 用第26顺位选中了来自杜克大学的中锋 格雷厄姆 巴顿 海盗队刚刚度过了一个成功的赛季 赢得了他们的分区 并进入了季后赛 总经理杰森 莱希特一直专注于保留关键球员 但随着防守端的几次离队 球队出现了一些漏洞 进攻线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领域 巴顿的加入正好解决了这一需求 最后 我们来谈谈绿湾包装工队 据美联社报道 包装工队在NFL草拟大会上 用第25顺位选中了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进攻封位 乔丹、摩根 这是在过去13次草拟中 包装工队第二次用他们的首轮选秀权 选中一名进攻球员 摩根是自2011年以来 包装工队在首轮选中的第一名进攻线球员 球队在过去一个月 失去了进攻线上的深度 这次选择显然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缺 通过这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NFL各队对于进攻线球员的高度重视 不论是通过交易降低顺位来获得更多的选秀权 还是直接在首轮选中心仪的球员 各队都在努力为自己的四分位构建一道坚固的防线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联盟中 一个强大的进攻线不仅能够保护四分位 还能为球队带来更多的进攻机会 这些选秀的决策 无疑将对各队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最近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体育新闻中 NFL草拟大会和NBA季后赛成为了体育迷们热议的焦点 从达拉斯牛仔队与底特律狮子队之间的交易 到纽约尼克斯队在对阵费城七六人对比赛中的争议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体育赛事的激烈竞争 也揭示了运动场上策略与争议的双重面貌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牛仔队和狮子队之间的交易动作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达拉斯牛仔队在NFL草拟大会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选择与底特律狮子队进行交易 下调五个位次 这一策略让狮子队得以用第24顺位 选中了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防守后卫特里昂·阿诺德 作为交换 牛仔队获得了狮子队的第一轮第29顺位和第三轮第73顺位 选秀权同时还送出了2025年的第7轮选秀权 特里昂·阿诺德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防守后卫 有望为狮子队立即带来影响 并有潜力发展成为一号角位 这一策略也让牛仔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来满足他们的多重需求 美联社的报道也对这次交易进行了关注 强调了狮子队通过交易获得了特里昂·阿诺德 这位阿拉巴马角位将加入到狮子队的后卫阵容中 与卡尔顿、戴维斯三世、阿米克、罗伯逊、伊曼牛尔、莫斯利和金德尔、温多尔等人一起 为狮子队的防守线增添力量 狮子队在本次草拟大会中还有五个选秀权 包括第二轮的第29顺位 另一边 NBA季后赛中的一场比赛也引发了热议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在东部联盟首轮对阵费城七六人队的比赛中 纽约尼克斯队遭遇了失利 比分为114比125 尼克斯队主教练汤姆·西伯杜对裁判的判法表示不满 他批评裁判对于尼克斯队球员受到的边缘接触视而不见 同时给了七六人队的乔尔·恩比德太多在罚球线上得分的机会 恩比德在这场比赛中独篮50分 其中19分来自罚球线 这一争议成为了比赛的焦点之一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体育赛事中的激烈竞争和策略部署 也反映了运动场上的争议和挑战 无论是NFL草拟大会中的交易策略 还是NBA季后赛中的裁判争议 都为体育迷们提供了丰富的讨论话题 这些精彩的瞬间和背后的故事 让体育赛事不仅仅是场上的对抗 更是策略、技巧和公平竞争的展示 在最近的一场篮球赛事中 费城76人队的全明星中锋 乔尔、恩比德、Joel Embiid 展现了他惊人的韧性和技巧 但这背后的故事更是引人注目 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揭露了恩比德正面临一个不同寻常的挑战 他被诊断出患有贝尔什面瘫 一种脸部麻痹的疾病 这位球星透露 自从季后赛前就开始出现 视线模糊和眼睛干涩的症状 而且大约在4月17日 对迈阿密热火队的比赛前一两天 他开始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 为了隐藏他的症状 恩比德佩戴了太阳镜 并表示他不确定何时能够复原 尽管面临这样的健康挑战 恩比德在对阵纽约尼克斯队的 第三场比赛中仍然表现出色 独得50分 帮助76人队取得了胜利 这种无畏的精神和超凡的表现 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 这场比赛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纽约尼克斯队的主教练汤姆 提伯多 汤蒂比德 对裁判在这场比赛中的判决表示不满 提伯多批评裁判 忽略了对他的球员的边缘接触 并认为他们给了恩比德 太多在罚球线上得分的机会 在这场东部联盟首轮对决中 76人队以125-114击败尼克斯队 而恩比德在这场比赛中 高达50分的得分中 有19分来自罚球线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恩比德 在面对个人健康挑战时的不屈不挠 也凸显了篮球比赛中的竞争激烈和争议不断 提伯多对裁判的指责揭示了比赛中的紧张氛围 而恩比德不顾一切的在场上奋战 则展现了运动员的斗志和坚韧 这场比赛和恩比德的故事 无疑为篮球世界增添了更多的话题和深度 在体育世界中 每一场比赛都充满着激情与不确定性 而最近的几场比赛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从足球场的激烈对决到NFL选秀的惊喜选择 再到大学足球的重要转会 这些事件无不展示了体育的魅力和运动员们的不懈追求 首先 日经亚洲报道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足球赛事 那就是韩国男子足球队 在23岁以下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不幸败给印度尼西亚 从而错过了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这是自1984年以来 韩国男子足球队首次无冤奥运 在这场紧张的点球大战中 印度尼西亚以11-10赢得胜利 这场比赛在加时赛后仍然以2-2占平 而在另一场比赛中 日本则在加时赛后以4比2击败东道主卡塔尔 保持了他们连续第八次参加奥运会的希望 这两场比赛不仅展示了亚洲足球的竞争激烈 也让人们看到了运动员们为了国家荣誉所付出的努力 转向美式足球 《多伦多星报》报道了NFL选秀的一大惊喜 杰克逊维尔美洲湖队选择了LSU的接收手布莱恩 托马斯小将作为第23顺位选手 这位6英尺3英寸高 重209磅的接收手上的赛季 以17个接球触地得分领跑全国 展示了他在场上的出色能力 美洲虎队希望托马斯能够成为球队的头号接球手 与克里斯蒂安 科克 盖布 戴维斯 和泽伊 琼斯等人一起 为球队带来更多的胜利 美洲虎队过去在寻找成功的接球手方面 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他们对托马斯充满了期待 在大学足球领域 雅虎美国则报道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足球队的一个重要增强 他们从斯蒂芬 F奥斯汀大学 获得了防守截风布兰登 莱恩的加盟 这位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6英尺3英寸 重300磅的运动员 拥有两年的比赛资格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 莱恩在11场比赛中 完成了44次抢断 其中包括6.5次损失马术抢断和1.5次擒杀 展现了他在防守端的强大实力 莱恩此前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 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并在2021赛季的两场比赛中出场 密歇根州立大学足球队对莱恩的加盟充满期待 希望他能为球队带来更强的防守力量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体育界的最新动态 也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们不断追求卓越 为梦想奋斗的精神 无论是在足球场上的激烈对抗 还是在NFL选秀中的激动人心的选择 亦或是在大学足球的重要转会 每一刻都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运动员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提醒我们永远不要放弃梦想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要勇往直前 底特律雄师在2024年NFL选秀中 选择了来自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脚位特里昂 阿诺德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阿诺德在阿拉巴马大学接受了教练尼克 萨班的指导 从安全位转变位脚位 2023年他以出色的表现被命名为第一队全美国人 并在抢断和防守传球方面与东南联盟SEC的领先者并驾齐驱 阿诺德以其运动能力 接球技巧和在跑戏中制造戏剧性播放的能力而闻名 NFL.com的兰斯 齐尔林将他与马顿、拉蒂莫尔相比较 凸显了他在场上的出色表现和潜力 熊师队选择他 显然看中了他的多面才能和对球队防守端的潜在贡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